問一下亮哥 這場這個王毅跟布林肯的會面 其實中國方面事前是保密的 但是美國倒是提前大方公布 會有這個行程 中美之間的高層 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就見了三次面 你覺得這代表 他們兩國之間的關係 有逐漸和緩嗎 因為王毅在曼谷是見了蘇利文 那個是屬於戰略溝通 那到了外長這裡層次就比較 屬於知悉面 所以他大概要再跟他講一次 所以坦白說還是在講 你要落實不支持台獨 所以坦白說兩件事 而且也談了很久 因為在曼谷那個見面 中國外交部 他是直接寫說富有成果 這個非常詭異 你不覺得嗎 中美對話 中國外交部很少這樣寫 富有成果 而且大家都知道王毅談的就是台灣問題 而且蘇利文是有求於中國嘛 他拜託中國處理鴻海 透過伊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會講富有成果 我覺得他一定是認定說你答應我了 所以我接下來要看你如何執行 有沒有落到實處 對 我認為就是這樣 他認定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要不斷提醒你 從蘇利文那個層次 然後接下來又跟布林肯再講一次 然後武東山航線就恢復了 對啦 可是武東山航線也不是美國人阻止的啦 但他沒有動作啦 美國沒有動作 對 美國也沒有表示抗議啦 反正反而是歐洲有一些外長有講話 那美國是沒有講話 那當然會不會 因為那三個學者寫建議處理台獨黨綱 那還算智庫的學者 還不是美國政府啦 美國政府要不要講這話 那這個大謙對這個 美國政府期待這麼高 這等於是要賴清德的命 對 他要520要上任你就要他的命 我也不認為美國政府會講 就把他的命根子給割了 這個 可是這個壓力一定會一直存在 就是你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就承認你是台獨嘛 那我為什麼要跟台獨工作者打交道 就是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他必須要 有一些作為表示 他已經有點調整 那這個問題是賴清德的問題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連續發生幾個問題 比如說那個陸客團就6月1號停止 對 那就剛好是賴清德上任之後 立刻碰到 其實我如果是賴清德啊 我就4月或3月就直接出來宣布 說6月1號停止陸客這個政策不算 我會做調整 你先送個旅遊業一個紅包嘛 那表達你的立場跟蔡英文不一樣 這也是一種善意表達 可是要快 因為人家旅行業也是要去跟動很多事情 這個坦白講就是政治智慧啦 所以不能拖到520之後再做 不可能 因為旅行業一定要去做取消 人家很多都要預定的啦 你以為大陸是整天等你啊 大陸旅客多得很啊 你台灣才多少人啊 所以很多很多飯 酒店啊那是要搶的啊 還有地方單位要跟你配合啊 我認為賴清德如果真的要緩和兩岸 他就在3月做一個 拾破天津的動作 就是說我認為6月1號停止陸客 去大陸這個政策不適合 我不會執行 那就凸顯他跟蔡英文的判斷是不一樣的 他一定要有這種動作啦 這個事實上也是一樣嘛 就是這個是管璧林太拘泥於 司法調查啦 這樣是沒有辦法處理政治危機的 處理政治危機 以那個 中國大陸對賴清德那個認定 台獨的程度啦 他一定要有很驚人的表現 你才有辦法讓人家對你開始改觀 不然真的非常困難 我再進一步問一下亮哥 到底世界各國有多擔憂 川普會再度主政 不當然因為川普剛講的那個話嘛 說如果俄羅斯 開始有動武的話 那這個北約有些沒有交錢到2% GDP的軍事預算的那些國家不會去救 這等於是顛覆了北約的集體安全 這多嚴重啊 而且北約 這個30幾個國家目前只有7個國家 國防預算到達GDP的2% 只有7個 你看有多嚴重 結果那個秘書長 Stolenberg就說啊 有18個 說我們到年底會有18個 這個鬼才相信 我才不相信 坦白講我認為川普喔 是在施壓啦 他要你交錢啦 然後他如果當選 他也要減少美國的財政赤字啦 可是他沒有錢嘛 所以當然要你們出錢嘛 那憑什麼要我保護你 所以他這個是一種施壓的策略 那因為他講話比較喜歡吹牛嘛 就極大話的講 比如說那個時候 就說對中國要苛增45%的關稅啊 結果現在平均稅率19.3% 現在說要60% 是啊 那大概最後是25%這樣 他就喜歡這樣 他喜歡造成爭議 大家聚焦到他身上 然後就可以繼續講話 可是這個就引起了 歐洲國家的恐慌嘛 因為歐洲啊 目前有一種觀點啦 他們認為烏克蘭會輸啦 那他們認為10年內 俄羅斯早晚一定會打北約的 其中一些國家 比如說波羅的海三小國 或者波蘭 他們認為10年內會發生啦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他們非常 非常害怕嘛 那這個當然就是歐洲國家的不負責任 就是你那麼害怕你國防預算怎麼那麼低啊 對不對 德國以前還低於1% 對不對他就想說我有美軍基地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歐洲人坦白想 也要克服自己的問題啦 你要組什麼歐洲國防軍啊 已經講了30幾年了 連個影子都沒看到啊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王毅也有跟英國的外交大臣卡麥隆來見面 我們先來看到在本屆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沒有邀請俄羅斯跟伊朗 因此呢現在也有人說恐怕會成為這個美國跟西方主導的批額還有批一大會喔 這個卡麥隆16號跟王毅會晤的時候呢 有特別提到了這個紅海的航行自由問題 但是呢沒有如他原本所說的觸及台海問題 主要是因為卡麥隆13號在英國的議會有說將要跟大陸來談 紅海跟台灣海峽的航行自由 好這個部分呢 他把紅海跟台灣海峽的這個議題混為一談 中方的媒體評論是這個是要對王毅設下一個圈套 好當時中國駐英使館發言人極力反對 他說這個中方堅決反對以航行自由為名 在台海製造事端這個問題問一下亮哥 這個叫做自卜量力 台海跟英國有什麼關係 是你的區域問題嗎 對不對 你在亞洲有像美國這樣 美國本來就是介入者 兩岸問題是讓美國就是始作俑者 那另外一個有那麼多美軍基地都在這裡 你英國有什麼東西啊 所以這個就是叫自討沒趣啦 你以為你是誰啊 而且你的國力是不斷的在下降 那還脫歐的傷痕還沒管好 還要管到亞洲來 我真的認為這個叫不自量力啦 這個也凸顯出卡麥隆在英國內閣的尷尬 因為坦白講他以前當總理的時候 跟中國關係是非常好的 可是結束已經八年啊 那現在在蘇納克身邊很多都是鷹派啊 所以很多人會質疑他啦 就蘇納克本身也是偏鷹派啊 所以就他所作所為 是讓他上任當外長 就有很多人質疑他是不是準備要去中國做生意 所以他就有內部壓力啊 那我是覺得你如果不敢做 如果你心裡所想的事情那你幹嘛接呢 真的很奇怪啦 就是蘇納克要啟用你當外長 當然就是希望跟中國能夠打通一點關係嘛 不然啟用你幹什麼 結果你明明就要跟王毅見面了 然後又把鴻海跟台海把他並列 這實在是 簡直是不可思議啊 可是他最後一刻縮了沒有觸及 是口頭沒講啦 可是那個 我認為應該有印刷的紙本 不然這種東西怎麼能夠隨便寫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在對五眼聯盟 對美國啦 對英國首相 為了避免難堪啊 因為你防衛中國大陸這是多大的事情啊 你以為美國沒看到啊 對不對 所以就好像那個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去 你記不記得澳大利亞那個總理去中國之前還先去美國一趟 還要先去跟老大報告啊 說我這次要談什麼 哪些議題不會談啊 一定要先這樣做個報告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類似啦 亮哥我再問一下 王毅這一回他其實還有去法國跟西班牙訪問 當然有跟這兩個國家談好一些合作 有媒體的解讀式可能就會讓英國覺得很眼紅 因為現在歐洲整體來說 這個經濟都不太好 很需要中國的幫助 對啦可是英國是五眼聯盟的嘛 這個五眼聯盟 英國跟加拿大就是最鐵的嘛 本來那個澳大利亞也想比照英國跟加拿大啊 後來這個新的總理上來之後做了一些修正嘛 可是基本上軍事跟政治路線還是靠得很緊的 那英國就不用講了啦 英國就最鐵的嘛 那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英國怎麼可能處理呢 你處理英國其實不等於要處理美國 對不對 那歐洲他要慎選國家嘛 那目前德國那個紅綠燈聯盟啊 就已經陷入了 常常這個腦袋跟身體 視之不協調的狀況 那外長是綠黨啊 一天到晚在外面罵中國 那消枝可能有不同想法 可是不知道 因為德國現在已經有點亂了 就是企業界跟政府 根本就已經脫節了啦 比如說昨天 昨天就在慕尼營會議開會之前 德國就公布了他 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的數字 結果去年對中國大陸投資120億美元 創新高欸 而且去的都是德國的大公司 結果你看消枝在講什麼 消枝在講 要那個什麼 去風險啊不是嗎 然後整天在那邊講啊說 我們不能夠依賴中國啊 那個經濟部長 德國的經濟部長到現在還沒有訪問過中國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會覺得 德國好像有一點 這個內分泌失調啦 就是種種前後的表現 那他不如就直接去跟企業打交道 而且消枝今年會訪問中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不急了 現在就變成是第一個要訪問法國是因為 剛好是60週年 那法國今年跟中國是有旅遊年嘛 而且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在鼓勵歐洲人要做自己 那這種聲音啊 比較強勢的就是法國 那另外一個就是西班牙 就剛好是這兩個國家 所以我就看到王毅 還特別去訪問這兩個國家 我覺得就是要幫他們打氣啦 就是說 歐洲人要勇於提出歐洲的觀點 不要一下又被美國人拉過去了 那中國大陸當然就會對法國跟西班牙 會在經貿上會有更多的合作